尊崇其位为至尊至位,至高无上的,敬奉其德是圆荣完美无缺的。 三界十方,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,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,上下。 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无所不在。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,再说明上帝的圣灵,大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,为万有之本人,万化的真主宰。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实。 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。 其意义如同灵明上帝,具有情上义与情上义,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。 三界十方万灵真,再致尊致圣无量心虚言。 其本体尊崇其未经奉其德宰主其尊,用在万灵,便不衡,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容。 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,与母同音同意。 自情与母字相近。 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。 代表体是阴阳,代表用。 其用核一为母。 有体无用则至空,有用无体乃之相。 其体即用即用即体。 其用核一即是佛点。 二点点代表无极,点代表真如本心。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。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。 惯乎太极之中。 四点母字正转九十五。 表示天天灵性之母。 天天母乃外灵主在灵性之母。 清、无形,永久之如来自性。 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。 代表体。 两点是阴阳,代表用。 从代表无极。 众生阴阳从直清代表真如本心。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。 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。 中庸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。 中庸交涉之离,所以是上帝。 天命之未请。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,昭灵下土。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耳心。 书经苍告为皇上帝,将忠于下明。 若有恒性。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图遮纳无声等。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图,此番以片一切处。 谈经一问品若物无声顿法,见西方旨再唱,诺。 大日经书亦云,但应疲图遮纳者,是日之也明,即除暗殿明之意也。 同时六曰所谓疲图纳者,日也。 如世间之日,能除一切暗明,而生长一切万物,成一切众生是也。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,不以为遇也。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。 道德经有物混成,先天底生,及其辽兮,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败,可以为天下母。 无不知其名,自知曰道,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 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。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,创造了人。 五点灰叫阿拉真主。 古可兰经眷,一奉大人,大慈真主之名,六点先天大道,无生老母,明明上帝,不量清虚,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。 真主古兰经,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,制服了日月,他们必定说真主,二九六,一。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? 他们必定说真主,二九六三,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,是无一的主。 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。一一二二他不生,也不被生。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体敌。 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。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,内光是真光。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前一生的,不是从情欲生的,也不是从人一生的。 乃是从上帝生的到成了肉身。 住在我们中间,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 约翰福音149、13、14 耶和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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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众 首帝生的中心中 乃是自幼永有的祂。 要是自幼永有的祂。 不生不灭 whew天之法! 与神之法!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。 母居离天,在诸天之上,为万灵珍宰。 诸天之佛与神之佛宇宙能量,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。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,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。 在某个时间点,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,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。 斯瓦米维达塔若皮斯瓦米维达巴尼。 这着火瑜伽,约翰一书第四章,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,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,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。 就住在他就住在神里面,神也住在他里面。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,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 神的灵赐给我们的圣灵。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,可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。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。 福音书作者约翰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里面。 感谢观看